HELLO 大家好,我是修文靈 因為我之前有拍過奧義的還有坦克的 還有刀鋒寶貝跟納克羅斯的配裝 今天我就是為各位來建議幾隻法師 法師型的角色的配裝 目前法師最熱門的就是克里希 克里希無敵 克里希的裝備 第一件是出日光護符 為什麼要出日光護符? 為什麼我們不出到能量法球 克里希這隻角色的技能冷卻時間已經是非常短 所以我們就 我個人是認為說我們不需要再去出到能量法球 因為日光護符是600元 然後能量法球的話是1890元 中間差了1200塊 所以我是建議先出到日光護符 他有加魔攻,而且他在升級之後 他會回復你的生命跟魔力 這在前期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能量法球他主要也是增加一個技能的冷卻縮減 但是克里希這個角色他的技能冷卻縮減非常短 所以我覺得就是可以省略這個 可以把這些錢省下來 我們趕快來出後面的裝備 鞋子的部分 我會建議你們是出所謂軍戰局 因為出這個的話能夠防止你在前期 找到打野Gank的時候 可以減少收到傷害 好不好 那如果對面 那有的人問我說為什麼不出舒適短靴呢 其實舒適短靴也是OK的 如果你想要增加你的魔法穿透的話 你可以出舒適短靴 但是聽說這個版本的魔法穿透效益不高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還是出所謂軍戰局 那第三件裝備不用多說啦 就是無妖皇冠 無妖皇冠就是增加魔法攻擊 還有魔法穿透 那第四件就是韓星法杖 它是增加魔攻 魔防 還有奇葩的跑速 那你的技能造成傷害會附帶減速效果 這非常好用 不管你是第一招還是第二招還是大絕 只要攻擊到敵人的話都會產生一個減速的效果 那第五件裝備呢 就是我們的爆裂法杖 爆裂法杖的部分 這也是法師很常使用的一股武器 技能命中會觸發小範圍爆炸 然後會有一個魔法加成 而且它只有五秒的冷卻時間 代表說它五秒就可以觸發一次 五秒就可以觸發一次 很猛的好不好 那最後一件就是不用多說啦 就是我們的神聖法典 它是最貴的裝備 但是它增加魔攻是最多的啦 所以它又有增加1400點的最大生命啦 那如果你滿裝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把日光福給賣掉啦 賣掉我們就可以來換 看你是要換生命法杖呢 生命法杖我覺得OK 或者是你想要再繼續增加你的魔攻 就是再出一個神聖法典啦 這樣你打人就非常的痛 通常你出到這個裝備的時候你已經無敵啦 但是後期克里希也算是一個非常軟的角色啦 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走位啦 主要是靠第一招去做一個POKE敵人的動作 用第一招去消耗敵人的血量 好吧 那目前對搶手的 你看我在打S排位的時候 幾乎每一場我們兩邊的法師都一定是克里希啦 像卡莉呢 現在已經很少很少會出現在S場的排位賽裡面啦 因為卡莉她主要 卡莉她主要的技能她只有第一招 但是你第一招如果放不準的話 你等於完全沒有用啦 而且她的技能吸力比較久一點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我們主要就是要練克里希這隻角色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玩法師的話我覺得最好 所以目前這個版本最強的就是克里希啦 那她這個裝備的建議你們也可以去做一個參考啦 其實法師的出裝大致上都是這幾件啦 但是韓星法杖對卡莉來說是最重要的啦 因為她會有一個緩速效果嘛 我剛剛有提到了嘛 那她第一招也會有緩速效果 所以她第一招再加這個韓星法杖的緩速效果是非常緩的啦 那卡莉的部分她主要就是一個手塔能力比較強的啦 她需要撐到比較後期啦 她的傷害才會出來啦 但是她在前中期是非常弱的啦 她在會戰的能力也是非常弱的啦 她會戰你頂多只能放一個第一招嘛 但是你這個第一招沒有放準的話你就玩啦 等於你一點P用都沒有 因為她這個CD蠻久的啦 CD蠻久的啦 你要再放第二次第一招的時候 幾乎會戰已經結束了啦 那她大絕的部分 我覺得對會戰也是沒有什麼幫助的啦 而且卡莉她沒有位移技能啦 她很容易被打野gank啦 所以她要打得非常的歸啊 她很容易被打野gank 她只要被 她只要遇到蝴蝶被蝴蝶炸起來 然後打野又衝出來的話 基本上卡莉都是活不了的啦 那再來的部分我覺得小丑 我覺得小丑的部分她也算是一隻 她的輸出沒辦法像克里希說 就是一套就打出來 打出很高的傷害來 她需要去疊那個層數啦 就是疊她的1 2 3 4 5 最高到5層嘛 她就是需要去疊那個層數 疊到5層 疊到4層或5層的時候再使用大絕啊 這是小丑 而且小丑是需要一點防禦裝備的啊 所以你們會看這個大層搭配啊 有一些人會出 先靈掉墜 有一些人會出冰霜法袍 冰霜法袍的話 我覺得OK啊 防禦裝備冰霜法袍OK啊 好不好 其實有一些裝備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是怎樣才是對你們有幫助的啊 你們自己去做一個搭配 我沒有說一定要怎麼配才是最強的啊 裝備只是輔助而已啊 基本上你們還是要靠實戰經驗去做一個練習啊 好不好 我覺得 因為小丑我本身也是很少玩啊 我是覺得可以給你們一個建議啊 不好 因為我覺得小丑要打克里希亞來說的話 也是非常吃力的啊 小丑真的要 需要農出一點裝備之後 而且她會戰她沒罵 價值就打出很高的傷害啊 她一定是需要慢慢疊 疊層數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版本目前最強勢的法師啊 還是克里希為主啊 娜塔亞的部分呢 忘記講薇菈啦 我以前也是用薇菈爬爬上一次啊 那薇菈 薇菈為什麼沒有那麼好用呢 因為她的技能吸地時間非常的長啊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了 她在前期的時候 她第一招跟第二招的冷卻時間 將近都要10秒 10秒的時間 克里希第一招吸地只要4秒 等於說你丟一次第一招的時候 克里希你可以丟兩三次的蝴蝶給你啦 那是差很多的啊 我覺得薇菈她的技能冷卻時間太長了 再加上你們如果你們打野是納克羅斯的話 基本上你是完全沒有藍buff可以吃的啊 沒有藍buff的情況下 因為藍buff她是減少20%冷卻嘛 你沒有藍buff的情況下 你的技能吸地太久了 你會沒有 會少了很多很大的那個啊 尤其是她在會戰的時候啊 她會會戰的時候你 基本上是切不到她們後排的啊 因為薇菈的傷害主要還是打在後排 薇菈主要還是靠遊擊戰 她要蹲草叢 她要蹲草叢 賭人啊 她如果跟打野搭配的話 她只要蹲到人她就可以把人家秒掉了 但是如果會戰的部分 人家對面坦克衝進來的話 你只能被逼著一套傷害 就是三招的傷害打在坦克身上 基本上是不會痛的 那你全部技能丟完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技能冷卻時間非常長啊 而且已經在會戰了 人家會戰打完 技能還沒冷卻好啊 什麼意思嗎 這是我覺得薇菈為什麼不好用的原因啊 她技能其實冷卻太長 而且她走得非常慢啊 她走得非常慢啊 所以我建議大家還是帶一個瞬移啊 裝備方面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就好啦 我覺得法師的裝備 配來配去都是那幾樣 只是有的是需要一點坦的 像小丑 小丑她是需要一點坦克 需要一點防禦裝備的啊 因為小丑她是需要時間去疊成數的啊 你一定要承受得住 敵人的傷害嘛 你才有辦法去疊成數嘛 然後再去施放大絕 做一個最高輸出啊 那再來 再講個 這些我都比較少玩 嗯 兩個 娜塔亞好了 娜塔亞她 像這種 基本上這種法師的出裝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而且 像娜塔亞 金娜 然後 愛麗絲啊 貂蟬啊 這種 還有盧蜜亞 這種 還有阿萊斯特啊 這基本上我都是完全沒有玩過的角色啊 我也不能跟大家怎麼講 好不好 我覺得大家 主要還是 如果真的有興趣玩法師的話 克里希 是你最佳的選擇 好不好 除非她之後改版之後 有把克里希改弱啊 不然 這個版本 我覺得克里希 是最強的啊 那 娜塔亞的部分 她是一個 她輸出非常高 她輸出有可能比維拉 比克里希還要高 她大絕 但是她的缺點就是 她的招不好丟啊 她的招不好丟啊 而且她大絕 直放過程中 你的人物是不能動的啊 人物是不能動的啊 這就是需要 很需要操作的角色啊 要是你 招都沒丟好 大絕沒丟好 你就等於是一個零輸出啊 那 金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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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之前還有一陣子 還蠻常看到人家在玩的啊 她也是需要一點坦克裝備的 那她們 我看她們在玩 她們都會 她們都會出險者領域啊 因為她是 因為你們知道金娜她開大絕 很多球在身邊繞嘛 然後在範圍裡面的敵人 都會持續受到傷害 所以她是需要開大絕 衝進去 開大絕衝進去 輸出的那種法師型的角色啊 所以她們有的人會出這個 選者領域啊 她會減少附近範圍內 敵人的魔法防禦嘛 對 這對她來說是有用的一件裝備啊 那我覺得她也需要去 出一點坦克裝備 所以 她們有的人會去配一個 先靈吊墜 增加魔法防禦跟 最大生命啊 這我覺得 金娜也是需要出一點坦裝的啊 那像佩娜 這種我們就別說啦 好不好 那 愛麗絲 我覺得像愛麗絲跟佩娜這種角色啊 如果你們要玩 就會知道你們的 對方的 隊伍會少了一隻坦克 或是會少了一隻戰士 因為佩娜跟愛麗絲都是這種 輔助型的角色啊 她們都是屬於非常 蠻軟的角色啊 如果你們選了這種角色的話 代表你們的隊伍上 會少了一隻坦克 或是一隻半坦型的戰士啊 因為如果你選的話 你一定是走魔龍路的嘛 你一定是跟射手走在一起的啊 代表說你們下路已經 你們魔龍路是沒有坦克的情況下 如果沒有坦克的情況下 你們魔龍戰就不好打了 尤其是當你們會戰的時候啊 你們會戰的時候 你們沒有坦克 你會發現你們打不起來啊 佩娜我之前就遇過很多獅啊 有人選佩娜 他們下路就是走佩娜跟菫嘛 他們前期有可能打得贏 但當他們中期在打會戰的時候 他們會發現他們太軟了 他們只要被對面的像牛魔王衝進來啊 他們基本上都是打不贏的啊 因為他們是完全沒有坦克的情況下 所以這個版本的輔助呢 輔助角色呢 我覺得是不太實用的啊 好吧 不太實用的 那貂蟬的部分呢 貂蟬我個人玩過啊 以前有玩過幾場 我覺得他上手難度非常高啊 上手難度非常高啊 而且他 恩 他大絕也不好丟 他需要去跟隊友做一個搭配啊 像哥德爾那種控場型角色啊 把人控起來 然後貂蟬就丟大絕將 而且他的第二招 把那個 把人冰住的時候 那個 那招是非常難丟的啊 你們有用過的就知道啊 他是一隻上手難度非常高的角色啊 所以在貂蟬在S的排位上 基本上你也是不會看到的啊 因為他的效益說真的 沒有課理性這麼高啊 喔 以上建議給大家做一些參考啊 那法師的部分 我自己也是很少玩啊 所以我也沒辦法跟大家多講解什麼 阿里斯特 阿里斯特 阿茲卡我們就不要講啦 阿茲卡 太爛了 阿里斯特 我們也是蠻常遇到的啊 你不愛一切都亂了套的感覺 那你看我覺得法師 出裝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啊 法師 出裝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啊 他主要是 他們都是出一個降冷卻的鞋子啊 減少他的技能冷卻CD時間 那阿里斯特他是一隻 輸出 算很低的法師 輸出很低的法師 他基本上是沒有什麼 傷害的啊 但是他在控制方面呢 控場方面他是有很強的能力啊 因為他的第二招會暈眩嘛 會暈眩 然後他大爵士 可以把人家抓起來 所以像納克羅斯 非常怕遇到阿里斯特啊 因為納克羅斯很怕衝進去 然後就被阿里斯特定起來了 他就死啦 好吧 所以我覺得阿里斯特 也是可以練的角色啊 但是他你們要 有辦法承受得住啊 他的傷害是非常低的 算是很低的啊 這角色 但是他在控制能力方面是非常強的啊 這給你們做一個參考啊 那盧蜜亞我就不講啦 盧蜜亞我沒玩過啊 好吧 那法師系列 幾乎就講完了 好吧 那我之後會再拍一個戰士系列的 那我講解方面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私底下再問我好不好 因為有一些角色說真的 我完全都沒有玩過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們技能有哪些 因為我有遇過嘛 所以我知道他們技能有哪些 給你們做一個講解這樣 基本上法師裝備其實是差不多的 好吧 我最推薦的還是就克里希啦 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來跟克里希聊聊天吧 好不好 你看你他媽心情不好的時候 還可以找他聊聊天啊 那你不玩他 你要玩誰啊 懂我意思嗎 好不好 那今天法師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那希望大家持續鎖定我的實況 晚上六點半到十二點 感謝大家 再來一次 że爹 準備好了 怕的нако raf官子 可能爹 在我覺得 74 官隍